印尼世界级反恐部队南党IS战士学成归国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2亿5000多万人口中 2亿3000万是穆斯林 而且有温和的伊斯兰教传统 向来被认为是穆斯林占多数的现代民主国家典范 印尼也有不少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 而宪法认可他们选择宗教的权利 不过 华尔街日报报道 近年来保守伊斯兰教使力对印尼政局的影响力逐步增加 他们去年发动了印尼史上最大规模抗争 将首都雅加达特区华裔基督徒省长中万学赶下台 法院并以亵渎伊斯兰教的含糊罪名判处中万学徒刑 此外 保守派穆斯林还推动将婚外性行为 未婚同居和同性恋列位非法 凯达恐怖组织的分支曾多次攻击印尼 包括2002年的克里岛爆炸案 导致202人死亡 多是外国游客 此后印尼建立起世界级的反恐部队 如今大致已消除大规模恐攻威胁 不过 近今年仍有数以百计印尼人前往中东支持激进组之一 斯兰国 IS 印尼政府担心他们在中东号召或回国发动攻击 在菲律宾 去年就发生与IS有关的民兵控制飞国南部马拉维市好几个月 有关的民兵控制飞国